妹妹 醒一醒 醒一醒啊 妹妹 醒一醒 哥哥 你陪我玩火 哎呀 没空 别动我东西 别动我东西 姐姐 你能不能睡觉 不要不要来找我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办 解决的办法就是 你要亲手做一个瑶瑶乐饼干 来唤醒妹妹 你愿意吗 可以 那要看仔细了 这个饼干你一定要亲手做给妹妹 在天黑之前 妹妹自然就会醒了 这个饼干完全没有难点 你要看仔细了 提前软化的黄油 先混合糖粉 再分次把蛋液混合 每次都要打到完全融合 就像你们兄妹的血缘一样 香草精可是感情的调味剂 这么简单的饼干面团 你学会了吗 会了 后面的 自然是拿出魔法法器 在冻好的面团上压出图案 再扔到烤箱里 15分钟 你就能得到一个饼干图案雏形了 接着是镂空部分的透明窗 艾素糖的高透度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放凉即可 如果你想要彩色 把你的水果糖拿来 口球融化也可 就是透明度会差点 写到这里 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最后还有个糖霜 这个比例也不要改 不然待会儿画出来会不均匀 柠檬汁可以去担心 至于颜色的搭配 那妹妹的喜好 你自然最清楚了 知道 红黄绿 嗯 剩下的 就是用你小时候学的本领 甜色 装饰就不用教了吧 我会了 剩下的交给我吧 你看我这个配色 能唤醒妹妹吗 你还插最后的黏合 要注意啊 糖霜别涂太多 中间放上妹妹最爱的彩色 你看 你看 你可以去试试啦 妹妹 醒醒啦 醒醒啦 妹妹 你终于醒啦 妹妹 这个给你 谢谢猪猪啊 哎 别动我 哎 忘了忘了 哎 习惯了 妈 饺子好了没 来来 已经煮好了 还是饺子香 今天过节 记得吃饺子啊